好,接著下一部 今次這一部比較特別一點 就不是動畫來的 裡面你明白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動畫的人去做 這一部位這好像是霸權 霸權的話題性 就是用了日本裡面最專注 台灣裡面最重要的資源去拍的這部 動你兼遊戲 格好不好 這個名字uceA不 merry 廣東話說而已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些角色名字 所以用台語來讀什麼 這套是一個虛冤原編劇的暴代戲 簡單來說就是虛冤發覺 就是一個台灣博大精神的暴代戲 不是他發覺 記得前幾時 大家應該看歷史就知道了 他是看台灣旅行 看暴代戲有一幕 就是一個角色 團頭 你來看 演識發辯歌的時候 他都會被這些暴代戲震撼 死到震撼 對於這個斷頭來說是很符合他自己的風格 但虛冤也震撼了 對於一個黑色大魔王的人都會震撼 你要明白虛冤的時候是 你也懂斷頭 斷頭 那屁力就說 略懂 其實這屁力應該是這樣回答的 神祖董 我玩了20年斷頭 在屁力寶袋裡面斷頭是一件很小的事 是低級的 這些都是給日本人試試 斷頭螺旋飛出去 很小事 不過這一套是一套布袋戲 其實簡單來說 如果香港那麼有熟悉就是武俠那種感覺 阿士any前有寫過大俠試驗文 證明我不是阿士的粉絲 我是沒有看過寶袋戲 沒有看過 但又聽過什麼大俠試驗文 OK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應該某程度上 就是東尼劍尤記的目標的觀眾 因為虛冤很多訪談 因為台灣有很多訪談給他做 都說明這次他說他的故事是要簡單為主的 即是他是想讓日本人 日本觀眾認識到 台灣的寶袋戲 對 台灣的寶袋戲是一個什麼形態的演戲 還有一般的武俠故事通常都是怎樣的 所以簡單來說 故事很簡單 其實他純粹是想介紹台灣的寶袋戲 對於我的動畫來講 簡直是小二科 是的 其實是想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所謂推擺在日本 不是推薦的寶袋戲 推薦虛的許願趣 我多喜歡寶袋戲 你喜歡寶袋戲是什麼東西 你看到其實日本人看不寶袋戲 他們當作人形劇來看 即是日本傳統人形劇 看到中間的運氣療傷 做什麼鬼 你明白 如果日本人看人形劇 就會覺得這套真的做什麼鬼 為什麼人形劇會真的打 人形劇會有些閃光飛來飛去 反而才是有飛劍 反而才是不明白 因為他們說飛劍 運氣療傷這些小二絲 熟生結合轉那些很簡單 但日本人看不知是什麼 武俠這些是他不熟悉的地方 他們是用了超能力 所以他虛瘟也 那是不是當作超能力這樣看 其實應該可以 其實那些招式都是超能力 其實虛瘟也說 他寫一套武俠的故事 他覺得要像一個王道的RPG一樣 某人考慮了一個女生 女生有危機 救了一個女生接受同伴 去打大佬 就是這麼簡單的複蛇 錯了 這個是聖杯戰爭 聖杯戰爭 MASTA 見到一個LUNA 我記得有ARCHA 有SABER SABER ARCHA LANCER ASSASSASSIN 然後有CASTER 看起來都齊了 這個元氣中應該玩完 請問ASSASSASSIN是哪一個 就是最厲害的那個 血無傷 好像兩個CASTER 撞了 CASTER型害 很明顯那個妖女是HASTER 所以現在元氣中應該玩完 但元氣中其實就是裡面的尖角 就是圓鬼中 不過問題是說完音 聽不懂你給元氣中什麼 他們真的很元氣 你知不知道 那個元氣中 他們經常都說 我們是不會容許失敗的人的 但那些人經常都失敗 然後回歸 然後那個大佬 經常都摸著那個男人的頭 他也不知道摸他的頭做什麼動作 你明白嗎 這幫元氣中很會有光無道義 跟你打之前會先說清楚 一對一 然後平時那些村民會殺上去 我們不會 你只要聽我們的話 我們不會對你們怎樣的 多有禮貌 多有修圓台 都會做什麼的 我想說相比之 聶雲小姐射箭的那個人是較舊的 他是偷襲的 他是用放暗箭的 相比之元氣中是很有道義的 他會清場 不會殺平雲 是很好的 我可以說到 很正道很王道的RPG 大家看到 因為我們遲了錄 現在去第五集之後 已經齊全隊 不可以去攻探 打轉線 道具拿了 你看到他們有攻略本 這個副本有什麼王 有什麼關卡 有什麼關卡 打關卡有什麼道具 我們先拿齊全的道具 有齊人 等級也對 還有道具 就是必要 食衣藥 對 就是要對 至少打王會回頭 神經病 鬼島根本就是 拿著全部攻略本 逛街 他二周目的版面 已經是 所以他本來是帶新手 這麼高 然後他說 你這群新手都沒用 我找一些馬來一起打 拆褲本 這樣的感覺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你看到連動 玩那麼多的遊戲 你要知道 要是說什麼 老實實 我看完一套的感想 就是這套東西 很難不特別差 但是他出了有Gimmick 對 其實真的 報代器的Gimmick 他常常說給你聽 什麼是報代器 正正上的故事 故事是不是很突出 我又不覺得 不是很突出 那虛弦打頭批 他告訴你 他不會突出 哈哈 不是 最大的問題 他講完出來 你也不會相信 他總是會中一些東西 應該會 之後那幾集 應該會不知道 誰會突然暴斃 而且死法很華麗 神奇合乎 我覺得這一套東西 死法越華麗 才會越正常 哈哈 你知道你已經習以為上了嗎 習以為上了 是的 這一季的惡意黑暗 都不是這一套 都可以看的 我覺得如果是對報代器有興趣 其實可以少少 香港人就算沒有看報代器 都已經看武俠很多 一看慣那些武俠的東西 就會覺得這一套好像很佳佳奏 其實都挺新奇的 你很少在看日本動畫的時候 你會看到無俠的東西 你不會有這種題材 全新的新的 如果這個劇本 放在動畫上做的 你會覺得很普通 因為有報代器 這種方式 你才會覺得新奇異斯 我也會覺得中月麻衣配著人偶 阿順一配著人偶 感覺很奇妙 因為現在口不動 其實是 口會動一點 但你不會覺得他們說話 Pick Nick也說過 對口是他們最辛苦的地方 結束的時候 看看他的故事 有什麼特別是哪個地方 特別是虛冤的地方 不是說人死 我想劇本有什麼意外的地方 我也覺得應該希望有些意外的地方 是啊 因為很多劇本都喜歡玩死人 所以如果他有死人 不應該是死人的 那些都死了人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這個死人是不要玩的 虛冤不下有多奇怪 虛冤那些反而太正常 那些不正常的劇本 在其他動畫上 所以這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惡色無以待》